皇帝内经把一年按五与六气分成六个阶段 称为一之气、二之气、三之气、四之气、五之气、六之气 每一气是两个月 现在正是今年的三之气阶段 这个时节本意是往年雨水较多的时候 但是今年呢 有的地方雨水可能会偏少 天气也会时凉时热 不稳定 今年这个时节 平时肠胃不好的人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血絮的人会更容易失眠 头发掉的更多 所以今年这个时节 我们要好好养血 可以吃三气十方 茯苓茴香芝麻糕 准备原料 茯苓粉20克 芝麻30克 小茴香3克 黑胡椒3克 糯米粉30克 红糖或罗汉果 零卡糖20克 盐1克 椰子油适量 先将茯苓粉和糯米粉混合 放小碗里 在蒸锅中蒸10分钟 红糖中放入椰子油 开小火加热融化 锅里不要放油 将小茴香 黑胡椒 芝麻 盐 放锅里用小火炒一下 闻到香味就关火 然后用料理机打碎 将全部原料混合 充分搅拌均匀 加入红糖 椰子油拌匀 揉成松散的面团状 饭盒里铺上保鲜膜 倒进去 填平 压实 再倒扣出来 撕掉保鲜膜 切成小方块 就可以吃了 这款芝麻糕 有助于我们调养肠胃 还能养头发 也适合肠躁便秘 痔疮等问题的人 日常食养